为了确认金刚狼是否尚存人事 死士毅然决然地掘开了他的坟墓 他深信拥有那强大自愈能力的狼叔 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离世 然而当死士的目光落在那一副骨架上时 他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 愤怒与绝望交织 他在狼叔的墓前发泄着情绪 紧接着死士小心翼翼地将狼叔的金属骨架取出 他只能对着这无声的遗骸 倾诉自己的哀痛不守 就在这时 几道闪烁的传送门骤然出现在他眼前 原来是时间管理局的追兵找上门来 死士心知肚明 他违反了规定 肆意穿梭时空 搅乱了时空的秩序 当逃避无望时 他索性挺身而出 决心发挥狼叔最后的娱乐 面对严阵以待的敌人 死士毫不迟疑地掰下了狼叔的一根泪 准备展开一场殊死活动